女孩被男友捆绑在凳子上 她一脸疑惑时 背后突然走出五个头套丝袜的男人 其中一个还用臭袜子堵住她的嘴 甚至顺手从背后搂抱她 女孩对这样突如其来的一切感到恐惧 男友见状竟微笑着任由男人欺负她 举起相机慢慢凑近她的脸 记录下女孩遭害的全过程 事后竟还把录下的视频发给女孩 重看自己遭侵害的经历 女孩悲痛欲绝 她紧紧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哭出声 害怕吵醒在家的妈妈 身心逐渐加剧的苦痛 还是迫使她不小心发出声来 妈妈听到声音后连忙开门查看 看到女孩正安稳入睡才放心离开 却不知道她正窝在被子里偷偷落泪 遇害的女孩再也不敢出门 还请求妈妈尽快搬家离开这里 妈妈觉得是她一时任性 质问她有什么原因是必须要搬家的 还连番指责她最近总宅在家里当闲鱼 女孩听后心里十分憋屈 为了不让妈妈担心 她独自扛下了所有的伤头 不敢再和妈妈提搬家的事 女孩原以为这样的头会随时间的流去慢慢冲淡 却不曾想内心的伤疤越来越严重 男友还偶尔前来她的伤口上散烟 她再次要求女孩配合拍视频 还以她上次的经历内容做要挟 女孩并不想答应 回忆起上次经历的折磨 她跪下苦苦哀求放过自己 男友却不为所动 随即就换来身后一大帮朋友 人多事众 女孩最终不堪胁迫 灌下了男友递来的饮料 很快就在意识模糊的情况下 再次遭到欺辱 她不堪的经历不久后还是被妈妈发现了 男友在网上倒卖不良视频被警方发现 警察迅速出动查处她一系列的不法行为 沿着这条线找到了遇害的女孩 还把她受害的事情都告诉了她的妈妈 望着一张张女孩受罪的照片 妈妈痛苦到简直无法呼吸 请求警察尽快严惩所有伤害女孩的人 警方很快就对女孩的案件进行审理 这件事情却在媒体里散播开 他们纷纷围在警局门外拍摄受害女孩 只为第一时间报道这宗热度高的案件 丝毫不考虑这样的做法 会对女孩的身心造成严重损害 因为记者的报道 母女俩的生活之后都遭受到非议 最终被迫无奈只能搬离原先的家 女孩也在妈妈的陪伴下 做了近视矫正手术摘下了眼镜 以新的身份去新的地方继续生活 经过多年的艰辛苦学 她终于考取了高学位 还获得进学校当老师的资格 在满受学生喜爱的同时 还拥有一位很爱她的未婚妇 她的内心逐渐被治愈 决定抛下过去拥抱新生活 一天夜里加班时 她只是喝了一杯学生送的咖啡 净昏迷到第二天早上 直到班长前来喊她开班会才醒过来 她连忙站起身 头却突然晕到无法站起 望着手腕被勒过的痕迹 还有被解开的衣口 她开始察觉到不对劲 在洗手间里洗漱完毕后 开始回想刚刚的事情 身上发生的一切 似乎都和多年前经历过的伤害相似 她开始变得慌张 手机突然就传来一个新短信 她才意识到自己再次经历多年前的遭遇 往日的伤痛历历在目 她瞬间痛苦地落泪 当晚在和未婚夫家人聚餐时 竟又再次收到神秘人的短信 被命令按她的要求拍照 否则之前的经历就会被未婚夫一家知道 为了瞒住自己的不堪的过往 只能听从她的话 独自离开餐桌走向洗手间 女老师躲在厕所 拍下自己的私密照 发给手机里的神秘人 事后心里十分难受 她并不想做这样的行为 无奈被神秘人以曝光过往的不堪经历做要挟 只能听从她的命令拍下隐私照片 深夜失眠时 想起同样的被迫拍照 她开始怀疑威胁自己的神秘人 和当年伤害过她的男友友欢 隔天就找上当初侦办她受害案件的警察 请求帮忙查看男友现在的情况 尽管她没有说明查找的原因 警察还是决定帮助她 只因为当年把她遇害的事情同步给媒体 害她最终遭万人唾弃而内疚 随即就让警局里的同事开展查询 不久后竟被告知当初侵害她的男友 受罚后竟再次干起步伐的老行当 如今正被警方通缉 这让警察怀疑女老师再次遭受到男友的伤害 还没来得及把消息告诉她 老师在家又再次收到神秘人的短信 让她到学校的仓库收领 虽心有不安 第二天还是好奇地走进仓库 进屋后她仔细地环顾四周 发现一个破旧桌面上 正摆放着一瓶贴着便签的饮料 她走上前拿起便签 眼前的英文单词让她感到害怕 觉得当年伤害她的男友突然就站在身后 内心惊恐万分 当年的伤害再次一幕幕从她脑海里闪过 痛苦驱使她愤怒拿起桌上的饮料砸向墙面 直到玻璃碎一顶 心情逐渐平复才离开 当她走到楼梯的拐角处时 不经意挑到班长和班花正在闹矛盾 最终两人还不欢而散 以为是小情侣之间的矛盾没有太在意 可当她回到教室上课时 班花却出事了 神秘人竟把所有人都拉进一个群 还在里面发班花被侵害的照片 同学们看到后议论纷纷 知道实情的班花不堪受辱 迅速冲出了客室 得知情况的女老师稳定课堂秩序后 连忙跑出门寻找她 直到深夜才在公园里看到正哭泣的班花 老师希望尽快报警 严惩失害者还班花公道 班花却认为这样会让自己的不堪精力曝光 随之而来的可能会是各方的恶评 她害怕一辈子都活在这样的阴影里 便果断拒绝报警 恐慌让她忍不住当着老师的面 逐一说出自己遭受的非人对待 被捆绑被逼迫喝不明饮料 被逼着录像在黑暗中遭害 每一步都让老师听得心惊胆战 因为当年的她 也遭受过和班花一模一样的伤害 同样的经历让她很是疼惜班花 再次回到班里上课时 特意叮嘱同学们 不能讨论传播班花的事情 私下里也会更多关注班花的心态变化 见她似乎慢慢释怀伤害时 趁机问起她和班长的事情 因为早前看到他们私下有来往 这一问才知道班长不为人知的一面 一年前班花主动追班长 特地给她送告白的礼物 之后班长果真主动向她示好 还把她邀请到自己家做客 两人在一起时 班长竟要拍下她的私密照 见是喜欢的男孩要求 班花也爽快答应了 可没想到她近海拔 他们相处的视频倒卖到网上 班花知道后当面找她理论 班长却不知悔改 甚至以此威胁她 一而再再而三地做这样的事情 老师看到她和班长闹别扭的那天 实际是她在苦苦哀求放过自己 最终自己非但没被放过 疼痛经历还被神秘人当笑料曝光 这一切让她更确信班长背后的指使 就是一直来威胁她的神秘人 而神秘人极有可能就是当年伤害她的男友 女老师趁夜跟踪班长走进KTV 希望以此揪出幕后黑手 她站在班长进去的包厢 由于片刻后才敢探看里面的班长 却不慎被对方发现了 她连忙站回不被发现的地方 思考几秒后 还是决定回头看清楚 这一转头 静直接和包厢里的一个男人对视上 她吓得连忙逃跑 包厢里的人迅速出门追赶她 当她跑进小巷以为走投无路时 一个黑衣男人突然出现拽走她 直到追随她的人逐渐跑开 她才看到是警察救了自己 老是安全了 警察却不打算放过那帮追她的人 她再次返回带住其中一个男生 逼她跪下逐一说出神秘人的计划 虽然男生没有说出任何信息 但这样的行为却激怒了神秘人 她随即就拿女老师开刀 静再次传播了她的私密照 这彻底压垮了老师 女老师被学生捆绑在废弃场里 还被当面羞辱 学生们摘下下面具 带头的静是品学兼优的班长 她愤怒指责班长跟这帮人做坏事 还伤害了班花 班长却苦诉着自己是被逼的 曾在她面前痛哭自己遭害的班花 静大摇大摆地走上前 还嘲笑起她是最笨的女老师 静丝毫没有察觉她在撒谎 她所说遭受班长的伤害 实际都是她对班长所做的 原来当初是班长主动向她示好 她竟借着对方的好感 逼迫班长拍下视频照片 甚至逼迫她偷拍老师不堪的图片 知道幕后黑手竟是自己怜悯的人时 女老师心里既惊讶又难受 当知道神秘人发布她的不堪照片时 羞耻感让她痛不欲生 回家洗澡时就把刀片放在一旁 打算了结此生 绝望之际竟突然收到神秘人发的视频 自己最在乎的班花竟遭到绑架 还给她发了约件的地址 最终还是强迫自己克服所有心理恐惧 迅速开车前去救搬花 却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一心想救的人 竟就是一直玩弄伤害自己的人 他们看到老师的惨状后 竟还举起手机直播 只为传播她不堪的遭遇取论 关键时候警察及时赶到 可还是没救成空谈 反而被这帮人捆绑起来 当他们为轻松困住两人而感到兴奋时 屋外却传来了警车的声音 原来是警察提前叫来的同事 他们见状连忙逃跑 老师趁机用事先藏好的刀片割开绳索 迅速冲上前扑倒扳花 这一次他不再怜悯 而是以惩罚坏人的方式揍打他 直到警察前来阻止才停手 伤害老师的人最终全都被带进警局 经过审讯 他们如实说出幕后黑手就是神秘人 警方最终通过网络技术查到神秘人的地址 老师很快就在警察的陪同下 找到这户人家 他们进屋后却只看到一个腼腆的男孩 一见老师就颤巍巍地站着 老师以为吓到他连忙到前 直到看见他房间里亮着电脑 还运营着神秘人一手策划的网站时 才知道他就是神秘人 他一脸难以置信地询问男孩情况 被发现秘密的男孩却害怕到只敢哭 经警方调查才知道 最初的神秘人是男孩的爸爸 因为曾经犯事被调查没敢继续当神秘人 却没想到男孩发现爸爸的作为后 反而产生强烈的兴趣 开始模仿起他做的事 充当起神秘人的身份利用斑花伤害老师 由于是网上操控 所以这一切对于他来说就像是游戏一样 老师怎么都没有想到 让自己绝望到要寻死的精力 竟只是他们的恶作剧 因为法律对年龄的限制 斑花和神秘人群体最终还可能免遭惩罚 可做坏事的人即使能侥幸逃开某些惩罚 最终还是难以抗住心理的审判 电影的最后 警察告诉老师 曾伤害过他的男友 之后就因事害遭到所有人批评 他只能藏着躲着生活 长期以来内心亦选择以此来自我解脱